我剛剛已經想到我們今天走的路線叫做什麼了 雙泰順光微風暱情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今天的光線啊 很漂亮,其實是因為陽光在我們後面的關係 是順光,然後又是秋天 位於台灣東北邊的頭城大溪 是一個大型漁港 許多人會專程來這裡購買新鮮的漁獲 單車客經過時也會在這邊停留補給,然後繼續他們的旅程 而且這裡是北部一條很知名的單車挑戰路線 雙泰產業道路的終點 所以對於台北的車友而言這裡並不會太陌生 不過大多數車友會由台北走106、台二柄 由雙溪進入雙泰產業道路 越嶺後才下滑到大溪 由於以前騎到大溪大多已經是艷陽高照 除了氣溫高也容易錯過早晨光線最好的時刻 因此這次我們特地選在已經入修的這時候 一大早由台北搭乘火車前往大溪 想要來一次與往常不同的雙泰產業道路逆騎 這次的騎法是由大溪出發 密騎雙泰前往雙溪 然後由牡丹轉猴母公路來到猴童 然後由瑞猴自行車道來到瑞芳 再沿著海岸線經深澳海科館八樓子 以及漂亮的正濱雲港等景點來到基隆 善由火車站搭火車回台北 好 我們已經來到頭城大溪了 開始主車出發 好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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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對面 可以 看 龜山島 很漂亮齁 在大溪往雙泰產業道路的社區中 簡單吃過早餐後 我們開始一連串的上坡 我們開始一連串的上坡 這條路由大溪進來後 道路編號是11 在Google地圖上 大溪產業道路 要過了現屆 才是大家熟悉的雙泰產業道路 這條路會經過一些很不錯的經典 例如已經封閉的殷石間 還有往平溪湖道的岔路口 然後有許多良心商店且寧靜的太平旅 以及虎豹潭等適合多次造訪的好地方 所以我們每次來總是會選擇其中幾個順道造訪 來增添急著的樂趣 離開雙泰產業道路後 來到大南古道重要驛站雙溪 這裡也有許多車友值得逗留的地方 例如渡船碼頭 雙溪老街 以及許多在地美食 來了 千萬可不要錯過 我們在雙溪吃了碗 剉冰稍坐休息後 準備經牡丹渠道 侯母公路 經猴桐 瑞芳 前往 北部冰海公路 在這裡做個補充 之前提過 由於牡丹與三雕零之間的舊隧道 會整建為自行車道 所以等明年完工後 車友就不用多爬一座山 可以由牡丹火車站 開始走自行車道 騎往三雕零了 左轉喔 1公園 2公園 3公園 兩公園 来到滨海公路由于今天是假日游客较多 因此几个景点都只是经过没有多停留 但如果是非假日来 其实可以顺游潮进公园 巴洛子渔港 河滨岛 阿根纳造船厂 申滨渔港 基隆港 再由基隆火车站搭火车回台北 这里要说一下为何不在瑞芳搭火车站就好 而要特地绕到基隆来搭车 其实是因为滨海公路虽然车多 但有不少值得去的地方 而且基隆与台北之间的火车已经接运化 班次很密集 因此值得作为单车接驳的选择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路线安排 以上就是这次双泰维风顺方逆期的分享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会持续提供更多台湾单车路线记录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力量 感谢您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